youtube翻顧男孩的团长酷炫 平时经常透过社群分享工作与日常点滴 建议他带领团员们飞往澳门演出 不料飞行途中突然遇到乱流 知焉自己坐飞机以来 从没体验过这么大的下肢感 第一次觉得这么靠近死亡 剧烈晃动让大家感到非常害怕 他和林弹紧张地祷告 雷拉着躲在老公怀里 唯独艾瑞斯淡定地睡觉 酷炫虽然很害怕 但还是敬业地拍下了当下的情况 并在手机里写下一言 透露当下的想法都是对人生的种种后悔 让他不禁开始思考 是否平时对员工过于严厉 对家人态度太差 所幸飞机最后逐渐平稳 一行人也安全地抵达澳门 这次惊险的经历 也让酷炫感叹直呼 真的觉得空服员的心理素质都很强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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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